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一款最近种草的一款香水 就是这一款Tom Ford的湿落樱桃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包装 我觉得它的包装还是挺有质感的 我是装反了吗?好吧我装反了 它其实应该因为我之前打开来过 我们重启一下,它其实应该是这样的 那它的包装我觉得还是很有高级感的 它是玻璃的平身 然后它的内壁就是香水的里面应该也是红色的 因为从外面看看不出来它液体的颜色 然后第二个我觉得个人觉得这个包装还是还蛮高端的 就是你可能会因为它的包装爱上它 看一下它的拼口 好很多人对这款香水就是褒贬不宜 有人就很喜欢,有人就很讨厌 在试用了几天之后 我觉得我的第一印象 我对这款香水我还是蛮喜欢的 因为它是一款很甜 很有少女的味道的一款香水 喷上去的时候 你会觉得还蛮有幸福感的 就是我就觉得一天都心情都是甜甜的 因为它是一款樱桃味的香水 看到网上有人说它的杏仁味很重 我就又仔细闻了一下 感觉是还挺重的 但是我个人觉得我在闻这款香水的时候 并没有觉得说它杏仁味很重 但如果有人跟我说你闻一下 这一款香水有很重的杏仁味 那我就会觉得原来这是杏仁味啊 是我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有人说它很呛 然后刚刚我就试喷了一下 我是这样子喷的 好如果你是这样喷的 如果你是在自己面前这样喷 然后凑进去闻 确实很强 就是会觉得一下觉得不是很瘦的啦 因为很浓郁 但是我昨天我是就是离我比较远 在空中喷 然后你在整个人走进这个香物里面 就觉得还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呛不呛 其实也蛮取决于你是怎么样闻它 如果说你离自己比较近 然后鼻子凑过去闻 确实还挺呛的 我看到有人评论就是说它流香俱长 我觉得还可以吧 也没有说特别长 因为我觉得chanel有一些香水比它流香要长得多 所以我觉得这款香水的流香是正常的 但是从价格来说我个人是觉得有点太贵了 就是它这个味道跟它的价格 我觉得是不成是没有性价比可言的 就是它的价格太贵了 我认为这个味道并匹配不了它的价格 我觉得买一瓶Tom4香水的价格 你其实同时也可以买到其他的高端品牌香水的 也是有女人味的香水 这一款香水是没有性价比的 因为它价格我觉得是太夸张了 以上就是我对这款香水的一些自己的看法 拜拜